阿爸天父 我们的心因祢而欢喜快乐 我们的心完全向祢敞开 降服于祢的话语 并且渴望让祢的圣灵不断地来充满 掌管我们的生命 我们感谢祢阿爸天父 我们乐意对祢说 我们享受做祢的儿女 我们享受让祢的手牵引着我们 带领我们 我们感谢祢 主啊没有人能够只有祢 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 更新我们的生命 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谢谢祢今天开我们的眼睛 也苏醒我们的灵 谢谢祢生命和活水 就流到我们的心中 谢谢祢恩高祢的仆人 让祢成为祢话语 恩典权柄能力爱的出口 感谢祢让美好的事情发生 也感谢祢同样的带领 我们在营会的这主祢庆典 奉耶稣基督得胜圣明 祢求感谢 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 活出天国的尊龙文化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一次在营会 应共有四堂 原本我预备好要讲 这个活出天国的尊龙文化 结果大家的生命 我们有十多个人来分享 他们的生命的经历见证 结果我没有时间讲了 因为他们都已经用生命来讲 活出天国的尊龙文化 真好 所以今天我就来这里 跟大家来讲 我们如何活出天国的尊龙文化 讲到活出天国的尊龙文化 我们先掌握这几个要素 我们就非常容易的明白 第一讲到天国的尊龙文化 首先就是我们要用上帝的眼光 来看我们自己 是上帝的儿女 是恢复神的形象 而样式带来的尊贵跟荣耀 如果我们不能看自己 在神的眼中是尊龙的 我们很难看别人是尊龙 为什么 我们给不出我们自己没有的 只有我们有了 我们才能够给出 那我们用上帝的眼光 来看我们自己 神说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已经恢复那个尊贵跟荣耀 因为那是神的形象 所以我们就里面有尊龙了 我们就能够用尊龙的眼光 来看别人 所以第一个就是一定要用上帝的眼光 来看我们自己 然后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别人 什么 是尊龙的 那就是什么 我们能够看出别人这个生命里面的环境 我们能够看出别人生命里面的壮实 我们能够看出别人生命里面的宝石 弟兄姐妹 那就是这个眼光 神的眼光 因为我们人的本性是什么 我们人的本性是看人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是用平胖 然后我们要看要不要尊重他 我们看要不要跟他交往 我们要看他有没有给我什么利益等等 我们很容易是用这种批评论断 或者是这个利益 或者是嫌弃来去对待 这就是地上的利益的眼光 但是当我们知道我们有神的荣耀 跟尊贵在我们里面恢复了 我们的眼光 我们就可以用尊龙的眼光来看对方 所以当别人说你是垃圾 当我们说你是环境 弟兄姐妹 这就是尊龙文化 能够去用神的眼光来去看别人 我就想到一个很真实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 文艺复兴的其中一个天才 Michael Angelo 米开兰基罗 有一天他看到一块大的大理石 别人看了就是一块很普通 很普通的大理石 但是他站在这块大理石的前面 他就看到什么 他就看到了那个大卫像 有没有 那个雕像 结果他就带回去 花了相当长的时间 把它雕刻好大卫像 到今天你看这个大卫像 那么样的出名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只是用自己的眼光来看 这是一块废弃的石头 但是当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 那是环境 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 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 用神的眼光来看别人 尊龙文化 第一个 神的眼光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尊龙文化跟权柄有关系 跟权柄 我们人被权柄伤害 我们人被权柄压制 我们人的本性开始什么 怀疑权柄 抵挡权柄 这个贬低权柄 这个跟权柄起冲突 这就是我们活在这个的文化里面 我们对权柄是不信任的 所以我们会违背 抵挡这个的权柄 就带来很多的冲突 但这种文化呢 我们是用神的眼光来看权柄 我们自己恢复那个健康的权柄 然后我们也要去影响别人 那你知道吗 权柄在哪里 权柄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跟父母的关系 跟夫妻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权柄如何对待我们的孩子 孩子如何尊重这个权柄 天国的尊龙文化 讲的就是恢复健康的权柄 尊龙文化的第三方面的元素是什么 关系 关系 当我们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的关系是以什么为基础 很多时候是以利益 自我中心为基础 而天国的尊龙文化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以尊龙别人 成全别人 祝福别人为基础 是一个舍己的一个生命 所以我先把这个概念先讲了 然后再接下来我们再详细的来看 好吗 所以有一句话 尊龙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读 他说尊龙是来自敬畏上帝 谦卑待人的真诚心态 从而生出一帮尊敬人 荣耀神的行动以作为 再读一遍来 尊龙是来自敬畏上帝 然后谦卑待人的真诚心态 从而生出一股尊敬人 荣耀神的行动以作为 所以整个尊龙的目的 就是要荣耀神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天国的尊龙文化 我用这一个分类来去跟大家来谈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 属世的文化 是一个自我的文化 是一个比较看重利益的文化 我们先来讲 它是以自我跟利益为主的 第二 它是对权柄的态度 是要求平等跟健大 或者是贬低这个权柄 为什么呢 因为它被权柄给伤害了 它被权柄给伤害 它就不信任权柄 所以它要所有的权柄 要跟我一样的平等 然后或者是它贬低这个权柄 就是它不尊重这个权柄 或者是轻视 那第三呢 这是一个矛盾体 等到它自己掌握权柄之后呢 它反而用权柄来伤害人 以权谋私 甚至误怨权柄 或者是浪怨权柄 人真的就是一个矛盾体 那么第四我们来看 对待权柄人物的错代 那对于权柄的人物 它会怎么对待呢 第一我刚才已经说了 它对于权柄 它是不信任的 它对权柄是批评的 是抱怨的 是愤怒的 是用悖逆来去抵挡 所以产生这样的一个冲突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 它是权柄下的受害者 它被权柄给伤害了 所以它对于权柄就是一个反抗 第二种对权柄人物是什么呢 刚才讲第一个呢 就导致关系破裂 所以你看家庭破裂 不管是亲子的关系 夫妻关系 还有人际关系 就是一个破裂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成为有刺的人 互相刺来自己 第二个呢 就是对权柄人物呢 理想化 完美化 把这样权柄人物神化了 我们人很容易有造神的运动 你看最近这个世界造了两个神 名叫什么 一个叫 Elon Musk 马斯克 另外一个叫什么 叫梅西 你看 好像我今天看的这期好多都是 把梅西都当作神了 然后把马斯克都当作神 人很容易崇拜 很容易崇拜那些人物 特别再加上一些媒体的宣传 很容易就神化他 弟兄姐妹 我们也很容易对权柄人物 理想化 所以 我们上个星期讲到父亲节 讲到儿童 讲到儿童对父亲呢 是一个英选的崇拜 哇 我的爸爸好厉害 这个 这个 无所不能 好像Superman这样 但是等到他到青少年的时候 为什么他跟父亲那么多的冲突 因为那个英雄到了他青少年的时候 他发现到原来不是那么理想 原来呢不是那样的完美 然后他就发现到爸爸也只不过是如此 你看他有好多他也不懂 他有好多他也做错 所以那种呢完美的破灭 带来的是一个失望 然后接下来呢就产生一些的冲突 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 我们权柄人物 不管是我们做家长的 甚至我们做父亲的 做丈夫的 还有包括我做牧师的 我们这些人 有些时候 我们反而坦诚的 表达我们的亏欠 我们的道歉 我们的对不起 其实就是要告诉对方 不要把我神化 不要把我们理想化 不要把我们完美化 但他越早认识 我们是不完美的 其实他反而对权柄 越健康地认识 如果他对我们是完美的 他会觉得 什么牧师也这样 你知道我昨天营会 我去晚餐的时候 别人先歇先 那我到最后 我最后一个 我才开始去 不要讲要饭了 要晚餐 结果轮到我的时候 他说不是 你也吃晚餐 我说我也是人 我也需要吃 我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我不要吃晚餐 所以你知道吗 不知不觉 但不要把牧师完美化 不我跟你一样都是人 我会有情绪 我会发脾气 而且甚至我直接说 牧师其实是有四个面向 四个面向 当我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 就像圣经所说的 四个面向的 第一个是什么 老鹰 老鹰 老鹰传 老鹰是什么 锐利 直接 准 所以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一定要什么 我一定要讲得清楚 老鹰呢 你发现非常的锐利 所以当我传讲神的话 对于罪 我是不能妥协的 我必须要把神的心意 讲得清清楚楚 是老鹰 作为管理 作为管理者 作为带领者 就像圣经所说 这个面向是什么 狮子 狮子需要有威严 所以管理需要权柄 它需要威严 它需要严肃 它需要把整个管理 带得好 所以像狮子那样 有些时候你会觉得 哇 牧师你好像太严格了 那些狮子的形象 然后呢 有些另外一个圣经说 另外一个面向是什么 是牛 你会知道吗 服侍 所以你看我也洗厕所啊 我也扫地啊 我也干活啊 牛 服侍人 做事 这是牛的这个的形象 我们去服侍 然后另外一个 大家最喜欢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牧师是牧养的角色 那是什么 那是人 对吧 这是圣经来我们看到 四个面向 也就是人子 我们刚刚看的那个人子 耶稣作为人子的四个面向 狮子 老鹰 牛 人 人 就是牧养人 所以好多人说 牧师我有事 我找你 哇 你的辅导 你的倾听 你为我的祷告 服侍 好舒服啊 好舒服 但是跟牧师同工 发现怎么牧师那么严厉 因为那是狮子 听牧师的讲道 有些时候很安慰 有些时候感到砸心 神的坏 刺到我的心 要我悔改 认罪 那是因 但是我跟你一样 我们一起服侍 我们一起劳苦 我们一起付代价 一起流血 流汗 那是牛 然后同时 牧师 你也是 人的形象 来说什么 牧养 拥抱 扶持 陪伴 一起流泪 四个面相 但是如果你对牧师的认识 就只有一个 就是牧者 人的形象 然后你跟他同工的时候 你发现他的狮子的形象 你说 不行 我受伤了 如果你听牧师讲道 牧师你太严厉了 那是因的形象 所以我们越早 让所有的人知道 不要把任何一个人 特别是权柄人物 理想化 完美化 或者神化 都是不对的 所有的人 在神的眼中 我们都不完美 我们都在一个 成长的过程 我们有起起伏伏 好 所以这个是对权柄的 因为如果我们把它理想化 因为过高的期望 跟理想导致失望 受伤 与背叛 会失望 会受伤 就开始背叛 这就是世界上 给我们的这一种的感觉 或者说这种的 这种的情况 这种的态度 好 那我们对于权柄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圣经 也讲得很清楚 我待会再讲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天国的文化 它是尊隆 是尊隆的文化 首先你必须要认识上帝 因为尊隆是从上帝来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上帝 我们必须要敬畏上帝 然后尊隆上帝 所以也就是圣经所说的 我们全人的爱上帝 尽心尽信尽意 尽力爱足我们的上帝 当我们不认识上帝 我们是不会尊隆人的 我们不认识上帝 我们也不会用正确的态度 来看待自己 我们对自己是什么 我们对自己是不安全感的 对自己是自卑的 对自己是骄傲的 只有当我们认识上帝 经历上帝 神的爱改变我们 我们才会弃绝骄傲 选择谦卑 我们才会看神 看我们自己是神的儿女的身份 我们不再自卑了 然后呢 我们不再一切都是以利益为核心 而是开始什么 爱为我们的核心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认识上帝改变的是我们整个人 或者说改变的是我们整个内在的系统 内在的生命 内在的软件 彻底的改变 所以真言说我们一起来读 第九章十节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自圣者便是聪明 十五章十三十三节又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教训 尊荣已先必有谦卑 上帝也对其中的一个大祭司叫以利说 你若你尊荣我 我必尊荣你 你描述我 我必厌弃你 所以对这个大祭司圣殿里面的大祭司 因为他的儿子非常的败坏 神屡次警告大祭司 以利说你要好好地照管你的孩子 不要羞辱神的名 结果他还是知道了 他没有行动 他不去管教 结果神就对他说 你若尊荣我 我必尊荣你 你若描述我 我必厌弃你 所以尊荣很重要 接下来呢 我们要认识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 而尊贵 并且我们能够开始爱人如己 好 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十四节 告诉我们如何尊荣人 一起来读 他说要尊重众人 爱护弟兄 敬畏神 尊敬君王 所以三方面 尊重众人 爱护弟兄 敬畏神 尊敬君王 对不起 这四方面 好 那我们来看世界的文化跟天国文化的表达方式 就是那个侧重点 那个看重的是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以天国 就是基督为中心的 我们来看 世界文化的方式是自我表现 而天国文化的方式是尊荣 并且成全别人 所以不是自我 而是成全别人 第二 世界文化的方式是自以为是 骄傲嘛 就自以为是 那天国文化的方式是 谦卑 然后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成长 第三 世界文化的方式是自我抬举 不断地抬举 不断地给自己贴金 不断地增加外在的价格跟价值 但是天国文化是服事舍己 然后世界文化的方式是 肉体的享乐 狂欢 夜乐 满足肉体的需要 但天国文化是以神为中心 敬拜神 祷告神 叫我们的生命就走在异路上 世界的文化是埋怨 咒诅 一不顺 一不合自己的意思 就埋怨 就咒诅 但天国的文化是 当众人在埋怨的时候 我能够看出那个可以感恩的地方 可以去祝福的地方 然后世界表达的方式是怀疑 是悖逆 而天国文化的方式是 相信跟顺服神 就算不好的事情发生 阿爸父我仍然相信你 我仍然顺服你 所以这就是天国文化跟世界文化的不同 好 这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说 我们能如何尊荣神呢 我们首先应该要敬畏神 要认识神是神 人是人 这个是正确的定位 正确的定位 人不要错位 位置不要错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要用行动来体现出来 就是圣经告诉我们 用我们的权人 用我们的所得 来尊荣上帝 好 我们来看圣经中 尊荣上帝的例子 玛利亚 你看不理会众人的眼光 他乐意打破香膏 膏抹在耶稣的头上 我们知道圣经说 犹大就立刻在心里面低估 这么浪费 你知道吗 这个香膏可以值多少钱啊 你为什么就这样的打破 真浪费 但耶稣却不这么看 耶稣说 玛利亚所做的在我的身上 这所做的是一件美事 然后耶稣还要多说了这一句话 福音无论传到哪里 都要述说 玛利亚所做的这件美事 哇 人看是浪费 耶稣说是什么 是美事 第二呢 我们来看 大卫献给上帝的祭物 绝不是处于方便 或者是随随便便的 其中一个就是他 他看上一块地 想要建造神的圣殿 他说那个人知道 大卫是君王嘛 我就便宜卖给你嘛 况且你也是这么好的君王 结果大卫说不行 献给上帝的 我不要随随便便的 所以他必须要跟对方说 我们讲出合理的价格 然后很慎重的买下来献给神 不能够随随便便 第三 大卫不管别人的眼光 穿着喜马懿极力的来赞美上帝 到最后你看连衣服上衣都脱了 在众人面前跳舞敬拜赞美上帝 他的妻子在窗口看到 作为一个君王 你在众人面前这样刺身的 这样来跳舞 就描示他 描示他 我们知道后来 这个的妻子 迷甲就终生没有怀孕 然后当以理不惧怕当时的法令 不妥协 他任就一日三次跪拜在神的面前祷告 我们说其实这是最容易妥协的 你一天三次祷告 当以理有一个习惯 因为他在巴比伦 他要面向东方 面向耶路撒冷 打开窗户 然后跪下来来祷告 然后呢 他的政敌就搞了这个的阴谋 透过王的这个批准 搞了这个法令 不许可 在三十天之内不许可 这个向自己的神祷告 当以理其实可以把窗口给关起来 才三十天嘛 就把窗口给关起来 不给别人看自己跪在船 或者躺在船上 一边祷告也行嘛 对吗 但是他没有 他仍然敬畏神 他仍然这样做 我们看到后来神迹发生了 所以尊容神 那我们来看 我们介绍 我们能够尊容别人的原因是什么呢 能够尊容别人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透过神的眼光 准确地认出 人真实的身份 来彼此相待 你知道吗 马太坐在城门口 他是一个税吏 税吏在当时根本就不受人的欢迎 因为他是替罗马帝国来压榨自己的同胞 来这个收税 所有的人都痛恨他 在当时税吏是被称为是罪人 是没有朋友的 除非他们自己的税吏组成这个朋友 当时的犹太人是不跟这个税吏做朋友的 耶稣来了 当他看到马太的时候 他看到的不是税吏 他看到的是谁 对 耶稣看到这个人生命 是可以什么 跟随耶稣的门徒 将来会写下马太福音的马太 弟兄姐妹 我们人如果只是看外表 我们人只是看他的现在 我们就会批评他 我们就会定罪他 我们就会排斥他 我们就会攻击他 我们甚至会拿起石头打死他 我们觉得你这个人渣 垃圾 垃圾 我们就怨起 但耶稣不是 他把垃圾变为环境 把人渣变成门徒 弟兄姐妹 这就是天国的眼光 神的眼光 能够认出一个人真实的身份 所以为什么每一次 这个婴孩奉献礼的时候 我喜欢祝福这些的婴孩 我就每次都是 周六的时候 就花一点的时间 在神面前祷告说 主啊 这个宝贝的孩子 你要如何的来使用他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一定有你的使命 明天婴孩奉献礼 你要我怎么祝福他 我就在神的面前祷告 安静地等候 就领受了这些启示性的话语 所以以前 以前就都会记住的 然后呢 就到那个时候 还会再加添 现在呢 现在我有一个退步的地方 大家要多多包容 我有一个退步的地方 我的记忆力开始不太好了 记忆力开始 常常忘记事情 答应别人又忘记 对不起 这不是故意的 这是我退步的一点 不知道为什么 希望能够找出原因 不要一直退退 退到游天 老年痴呆的 你还会爱我吗 谢谢 谢谢 应该不会到那个时候 我要回天家 所以呢 有些时候会忘记的 后来又要写一个重点 写重点 所以弟兄姐妹 我都会为这个的婴孩来祷告 我说主啊 要祝福他 让他来到世上 这不是一般的孩子 你要大大的使用 弟兄姐妹 用神的眼光 来去祝福他 包括每一个受洗的 我都在神的面前说 请你给我话语 给我启示性的话语 来去祝福 我不要看他的现在 你知道在十多年前 就是有这么一个 我在安静祷告的时候 我就讲其中一个姐妹 姚燕姐妹 Sand的妈妈 你知道吗 她那时候刚刚信主 哇 她真的 我领受的一句话是 神说她是带导远世 我怎么看都不像 我怎么看都 我说明天 主啊你告诉我 她受洗了 我要为她祝福 说她是带导远世 我真的好难 我怎么看都不像 我就顺服了 我就顺服 我那天就为她祷告 她就是带导远世 后来我回来 我跟师母说 师母说 哇 结果她是不是 是 不要用自己的眼光来看 所以好几个 所以我自己受洗的时候 有些时候 启示信的话 是当时的 是当场的 有些时候很奇妙 你知道吗 她还没有站到我身边 什么都没有 当她一站到我身边的时候 启示信的话就来了 有些时候还没有 有些时候要手 按在她身上的时候 神才给 所以你要很有信心 有些时候是 特别是我之前 有位好几个 有些小家的也知道 我位好几个祷告 有些时候我很急 她那个人站在我身边 或者我走到她那边 我手按在她身上了 没有话语 我等待的时候 第一句话才出现 第一句话出现的时候 接下来都没有 但是神很奇妙 祂就是要我平信心 我说第一句话 一说出完 说出来 后面的话 她就跟着给了 就立刻不断地给 所以神就要我们 平信心 祂不会完整地给我们 祂要我们什么 你踏出第一步 好像彼得这样 踏出水面 你踏出第一步 我讲完第一句 第二句他就给了 然后接下来 就行云流水的 不断地给 不断地流出来 所以我说 我讲完了之后 我都会跟对方 你 其实是因为 如果你祷告的话 你一定要录下来 因为那不是出于我里面的 所以要把它录下来 这是我们天国文化 就是尊龙文化 就要用神的眼光来看对方 尊龙他们在神的眼中是谁 却不会被我们越露眼 来看他而影响 而被绊倒 我们要学习透过圣灵 来认识人 所以都常常会在内心里面问 圣灵他是谁 圣灵的恩赐 其一为分辨诸灵 那不只是针对 邪灵圣灵或天使的分辨 这个能力也能够看出 在人身上不同等级的尊龙 恩高与恩宠 透过神的眼光 尊龙来看见 进入知取跟认识神的灵 在一个人身上的作为 和赐给对方的潜能和使命 好 男主人愿意去尊龙人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 表现导向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就是 你要有好的表现 你要让我佩服的表现 我才会尊龙你 我才会给你鼓掌 你这么一般般的 我怎么尊龙你 所以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表现导向的文化 男主我们去尊龙 第二 我们给人贴标签 特别是我们先录为主 我们看到这个人 别人就说 你知道吗 这个人是谁 先给我们先录为主的一些的观念 或者批评 或者我们看人的外貌 我们就给人贴标签 我们就很难做龙人 或者说他来自哪里 或者是他来自哪一个城市 或者他从哪里来 我们一看这个 我们可能里面就有一个标签 第三 熟悉感 熟悉感 你这个人太熟悉了 怎么可能上帝会这样的众愿你 你知道这是发生在谁的身上 发生在耶稣的身上 你知道吗 耶稣作为 这个这么特别经历的 玛利亚怀这个圣灵感应 然后生下来 生出来又这么样的特别 有好多的意象 对吗 包括这个天使的出现 这个报家音 还有从东方来的几位博士等等 这些献上礼物朝拜 你看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 后来又生了好几个的孩子 这些人跟耶稣一起长大 请问一起长大 同一个家庭里长大 会不会很熟悉 太熟悉了 结果连他的弟弟都嘲笑耶稣 不相信他就是弥赛亚 嘲笑他 为什么 太熟悉了 太熟悉了 会拦住我们去尊容 我们要先认识自己的身份 我刚才已经说了 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 我们有了 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 神给我们的恢复的荣耀和尊贵 我们就能够去尊容别人 也会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尊容文化无法靠别人 应该如何对待我 就是我需要什么来建立 而是我该如何去对待别人 我能为别人付出什么来建立 所以我们来读 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 来我们一起来宣告 在全能天父眼中 我是他宝贝的儿女 我是蒙深爱 蒙大福 蒙恩宠的光明之子 我是蒙拣选的 被救赎的 得劳恕的 被接纳的 我是自由的 圣洁的 有价值的 合格的 尊贵的 独特的 我是自信的 有安全感的 俊美的 优秀的 被恩高的 我是有权柄和能力的 有纪律和动力的 有创意 我是被装备的 蒙保护的 我必得胜有余 我会成为天父 要我成为的 那个我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宣告 阿们 这就是在基督里面的 我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看到神怎么 恢复我们的荣耀 跟尊贵 我们有了 我们就可以 去 尊隆别人 所以尊隆文化 跟权柄之间的 应用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这个世界 是用这样的态度 然后我们来看 第三方面 我们来看这边 圣经教导我们 要分辨跟查验的 责任 是在于我们 圣灵绝对 不会要我们 靠着悖逆 和批判的态度 来去分辨 而是要带着 尊隆的态度 来查验 我们要有智慧 让圣灵来帮助我们 来分辨 什么是应该领受的 什么要拒绝的 别让不好的东西 来影响我们 但也不要 因为看不到好东西 而完全否定 领袖跟权柄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 跟权柄的关系 我们对权柄的 在世界的方式 是要求 你不要在我上面 我不要你这个权柄 我要你下来 跟我平等 要么就是我把这个权柄 这个贬低 我否定它 我怀疑它 我去贬低它 这个是世界的方式 这是不对的 那我们转过来 天国的方式是 我尊重权柄 我信任权柄 但同时 这两段后面告诉我们 我们也要分辨 从权柄来的话语 因为如果我们尊重权柄 我们也信任上帝 设立了权柄 但同时我们要有一个 很正确的观念 权柄是不完全的 不要把它完美化 不要把它理想化 不要把它偶像化 不要把它神化 不要 我要认识权柄是不完全的 这个人是不完全的 他使用的权柄也是不完全的 他说的话也不是百分之百 都是对的 所以我面对权柄 我一方面尊重 我一方面信任 同时我也需要分辨 分辨权柄讲的这个话 到底符合不符合圣经 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在主里听从父亲 你看是在主里听从父亲 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 所有从权柄来的话 必须要查验是否符合圣经 如果是我们就顺服 如果不是我们要什么 像彼得约翰所说 顺从上帝不顺从人 这是应当的 所以你看我们对待权柄呢 又不是什么 又不是满目的满从的 然后呢是愚民的这种呢 来崇拜权柄 不是 是在尊重信任 同时有查验 而且在这个权柄的上面 最高的权柄是上帝 当这个权柄符合上帝 我就听 这个权柄不符合上帝 我就不听 非常的健康 很清楚的架构 这样我们就不至于被权柄给利用 控制跟这个的 这个的 这个怎么 欺骗 我们就不会了 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 在我尊重权柄的时候 我有圣灵给我的智慧来分辨 所以很健康 求主帮助我们 好 我们接下来看 真正的平衡点就是 我们的挑战是要找到 符合神国度文化的 平衡点在于尊重权柄时 不要把他们当作是神 在分辨跟查验时 能够保持正面的态度 永远不要失去对权柄的 对领袖的权柄应有的尊重 好 尊龙文化将神的恩典 标达出来 我们需要尊龙的有谁呢 首先要尊龙我们的父母 尊龙属灵领袖 尊龙长辈 尊龙同工 然后也尊龙我们的弟兄姐妹 另外尊龙上一代 或者过去神所使愿的属灵的伟人 他们都不完美 他们都不完美 所以不要因为他们的结局 或者他们的过程有瑕疵 我们就否定他们 不要 我们仍然要尊龙他们美好的 第三 我们要尊龙基督徒 也包括尊龙卫性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第四 尊龙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所以有些时候 为什么会有种族启示 就是因为我们也许有优越感 我们就启示某一些人 或者某一类的 不可以这样 所以我们要尊龙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我们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对方 而且也要学习换位思考 第五 我们仍要尊龙跟接纳失败的人 我们不能因为他这一点失败 就抹杀他一切 我们要以恩典来代人 第一学者们今天在这个文化里面有什么 这个叫做取消文化 这个Cancer culture 你发现当这个人 他的成就很大 可能他说了一句错的话 或者他做错了一件事情 我们就把他怎么 全盘否定 把他电影下架 把他的歌下架 把他的这个著作下架 甚至把他的什么 全都下架 全都取消了 不是这样的 这种文化不是这样的 这种文化我们是能够分辨 他的错误 我们不要效法 他的美好的 我们要效法 我们要懂得分辨 不能够抹杀一切 如果我们要用Cancer文化 取消文化 我们也会被取消的 就好像最出名的一句话 如果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到最后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瞎子了 我们都是没有牙齿了 没有人是完美的 我们需要什么 需要以恩典来带人 你看大卫 大卫还杀过人 还抢了别人的妻子 你看所罗门 你看彼得 还三次否认主 难道我们说 圣经里面 彼得写的 我们全部把它撕掉 大卫写的诗篇 我们撕掉 是这样吗 不是 取消文化 完全不符合圣经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因为一个人的错误 某一些的失败 我们就否定整个人 不是 我们要懂得分辨 好 第五尊龙是 尊龙蕴藏在每个人身上 有神的恩典 跟神的同在 尊龙文化会示范出 宣告盼望 就刚刚我说了 看它是一块石头 还是一个雕塑品 看它是垃圾 还是环境 就是要用神的眼光来看 宣告盼望 你看尊龙文化会使我们在黑暗当中 看见曙光 在淤泥中 看到宝藏 在软弱的人身上 看到力量 在跌倒的人身上 看到盼望 当我们透过尊龙的眼光 宣告神的心意与命定 我们所服侍的人 必定从绝望和羞耻的谎言中出来 走进神所赋予他们尊贵的身份 因为神永远以尊龙盼望 看我们 能够带来盼望的人 是最有影响力的人 神看人 不像人看人 神以尊龙看人 我们要像天父那样看人 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尊龙文化的要点 做一个的 这个的总结 神是一切尊龙的源头 神按照自己的荣耀 尊贵形象和样式造人 神将尊龙与华冠赐给人 神所设定的权柄和领域 都当配得尊龙 学习将尊龙归于别人 是基督徒生命中不可缺少的 我们应当将神所配得的尊龙归给神 也应当将人所配得的尊龙归给人 我们当尊龙所有在位的掌权的人 在我们教会 我们当尊龙耶稣基督 是我们教会的元首 也应该尊龙教会的牧者 同宫主内的弟兄姐妹等等 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不讲尊龙父母 跟尊龙父亲或者母亲 因为我们每年 我们都还会讲这一部分 我特别讲另外一点 我们就结束好吗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 我就直接跳到 讲家庭了 讲这个 夫妻如何彼此尊龙 好不好 不要使用一点 好吗 OK 好 我们夫妻如何彼此尊龙呢 首先 你要夸对方 尊龙呢 就是不要用嫌弃的眼光 批评的 指责的 来去要求对方 夸对方 那就什么 改变我们的眼光 改变我们的眼光什么 夸对方什么 夸对方他有进步的事情 他做的有进步的事 然后呢 包括他这个人也有进步 这个人也有成长 包括他的品德 他的习惯 他的坏习惯变成好习惯 他的性格从急躁变成有忍耐 我们都可以去夸他这些 包括他的态度 从起初那种冷漠的态度 到最后能够去光心 还有包括他的动机 过去他的动机是什么 是为别人而做 现在他的动机能够是 处于爱上帝而做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当我们夸对方的时候 我们夸他所做的事 他的主菜越来越好吃 他开始参与做家务 他开始怎么样 为他所做的事 我们要夸他 这个是很重要的 第二就是 我们夸一个人 越是用进步的态度 不是用完美的态度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另外呢 到底我们是看重事 还是看重关系 这个好重要 在夫妻的关系里面 第一学说 如果我们看重事 我们很容易就会看到对错 我们很容易就开始讲 讲理 然后呢 就会越来越多的事 结果呢 关系只会越来越糟糕 如果我们看重关系 我们就看重这个人 我们看着这个人 我们就很想去理解这个人 去了解这个人 他的情况 他的处境 从他的视角来去看 去明白他的感受 所以你发现看重关系 事就没事了 看重事就破坏关系 事呢 只会越来越多 接下来 耶稣如何看我们 接纳我们 和救赎我们呢 请问 当耶稣拯救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罪人还是义人 我们是罪人 我们那个时候的罪人 是抵挡耶稣 是不认识耶稣的 甚至是排斥耶稣的 但是你看 耶稣热然为我们死 他是这样的接纳我们 当我们想到 耶稣这样的接纳我们 还乐意拯救我们 请问 我们今天也能够 像耶稣那样 去接纳跟我们 很不一样的人 你知道吗 有人说了这句话 我觉得太好 他说 约会呢 往往是跟对方的 优点来交往 所以非常的舒服耶 我想起我跟师母 约会也是这样 追他的时候 也是将我自己 最好的 甚至潜能都发挥出来了 那种的体贴 温柔 那种陪伴 都很好 结婚之后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 因为约会的总是把自己 最好的一面体现出来 所以约会 对方的优点和缺点 全都一起打包的 全都一起打包的 所以你看 耶稣爱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罪人 当我们嫁给对方 或者娶对方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 我娶他的时候 包括他的缺点 包括他的不好的习惯 甚至包括他的原生家庭 我都娶了 或者我都嫁了 只要我们理解到这一点 我们就不会说 我受不了了 如果你觉得你以后 一定会受不了 你把约会的时间 长一点 拉长一点 我记得我跟师母约会 差不多有九个月了 我说你答应了没有啊 答应真的要 要跟我一起 进入这个 尾声这个关系了没有 他后来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很好 但是有点我告诉你 我还是不认识你 我们四年同班同学 还跟你交往在一起 你怎么说我不认识你 他说因为每一次约会 你都表现得很好 我还没有看出你的缺点 我没有看到你 这个真实的你 你表现的那个 让我觉得我还是不认识你 他这句话 就好像那个气球 被他一戳破了 我不需要转的完美了 我就说 你看师母够冷静吗 聪明的 他直接告诉我 我不认识你 所以我后来 我就轻松了 老我就是这样了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结婚了快二十六年 师母从来没有后悔 嫁给我 没有 为什么 因为她在婚前 她已经知道我就是这样的 所以为什么我那么地爱她 那么地想念她 因为我在她面前 我是最轻松的 我在她面前 我没有任何的装 我就是这样 所以她对我是完全地了解 完全地接纳 她不会对我说 你怎么这样 不会 因为她已经知道 我就是这样的人了 所以她说 我要了解你 我才会进入婚姻 太好了 所以进入婚姻是学习 对付自己的骄傲 自己的自私 自己的懒惰 自己的拖延 婚姻的杀手就是这四个 骄傲 都是你的错 谦卑是什么 谦卑是都是我的错 你看夫妻之间 如果你说都是我的错 是不是没事了 承担责任 都是我的错就承担责任 都是你的错 那就战争了 另外呢 自私都只想到自己 都是想到自己 什么都是我 我需要你来爱我 那我去爱你的 不愿啊 你反正都很好的 你要很自私 另外懒惰 懒惰 我跟师母就有一个习惯不同 她喜欢吃完晚餐 就立刻洗碗 把她洗得干干净净 然后就好 我不同 我吃完了 我觉得肚子吃得很饱 很撑 我需要休息一下 以前是看看报纸 或者看看新闻 我要慢一点 我要看完了 放松了 可能过了半个小时 我才来洗 但是其实有时候会不会忘记啊 会 会忘记的 所以呢 她一开始她很不习惯 她说 你记得要去洗碗呢 我说我会 我会 结果呢 后来忘记了 真的会忘记的 等到我想起来的时候 她就帮我做了 她就帮我做了 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答应了 结果没做 后来我就告诉她 你能不能不要帮我做 要不然我没有学好功课 所以呢 有些时候 我们的懒惰 好多东西你注意看 其实做家务 这谁会争吵 很多时候是不但是方式不同 也包括我们的懒惰 有两个人嘛 我们有时候就会懒惰 赖给别人做 现在我一个人啊 没有机会赖给别人啊 都要做 另外呢 拖延 拖延也是懒惰的一种 拖拖拖 有些时候在大家庭生活在一起 或者多人生活在一起 或者夫妻生活在一起 因为拖延会影响另外一个人的情绪啊 或者心情等等 好 这只是简单说一下 另外呢 我们需要操练 依靠主耶稣来舍己 来换位思考 男女是不同的 我们需要换位思考 而且要珍惜和感恩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弟兄姐妹要珍惜 要感恩你所拥有的 才会幸福 我们有些时候 我们就是不珍惜 讲到珍惜 我就想念师母了 所以要珍惜 还有要感恩所有的 好 男人看重什么 男人看重 第一个 男人最看重的就是 被尊重 被接纳 那种 在夫妻关系里面 需要被崇拜感 那个重要感 它很重要 你的丈夫很重要 要常常跟他说 我需要你 你很重要 我崇拜你 你是我的英雄 你知道吗 这样他就会有那种的 虽然我们的价值感 应该是建立在 耶稣基督里面 但有些时候 他也需要 透过我配偶的崇拜 让他知道 他有机会 英雄来保护美人 你都没有给他机会 做英雄保护 还整天嫌弃他 批评他 其实是什么 把他推向另外一个 女人的怀抱里面 因为另外一个女人 又会傻家 又会说 我不会 你来帮我 他就来帮你了 他又有机会了 在家里呢 你那么强势 什么都不需要我 所以他本来会的 结果也不会了 反正 做 被你骂 不做 反而 轻松一点 另外一边 有需要 我来 你看 所以 一定要尊重他 接纳他 第二 男人需要被肯定 被欣赏 就是夸他 让他怎么 让他感觉 他有在进步 他有成就感 他有成就感 要不然 在妻子的眼中 他都没有成就感 他真的觉得 很辛苦 在这样的氛围里面 很辛苦 需要被夸 被肯定 被欣赏 男人需要做头 因为神造他里面 就是做头的 需要带领 让他感觉有重要感 以及被需要感 这个家里 不能没有你 你是我们家里的头 需要你来带领 他就很负责任 他是可以 我们这次在营会里面 我们分八个组 所有第一个组长 都是弟兄 都是弟兄 哪怕他信主还没有受洗 我们也安排他做头 然后姐妹都是很有经验的 我们的小家长 那我们分配一下 弟兄做头 你管理事务性的 姐妹呢 就负责做关系性的 关心的 我发生到各个男人 都很会做事 你给他做头 他就安排得很好 他可以不可以 连个性很安静的 也会起来去做 我们只是没有给他机会而已 然后呢 男人呢 是希望看到有机会 有收获 那就是什么 表示有赚钱的机会 有机会 找到好的工作 事业 让他有收获 就是有收入 为什么 因为他有责任感 他要养家 他要保护家 他要供应整个家 所以对他来说 一份好的工作 或者好的事业 是很重要的 所以机会跟收获 对他来说 是很看重的 第五 榜样 男人也需要榜样 来去效法 来去跟随 你看从少年人 为什么容易 有这个英雄崇拜 在这边我们知道 这个Robbie的球员 你看就是被 被这边的男孩 最崇拜的 还有这个消防员 等等 他需要榜样 来跟随 因为他需要 一个崇拜感 让我们今天 请问我们 愿意不愿意 做别人的榜样 像保罗说 你们效法我 像我 效法耶稣 男人需要独处 他需要休闲 因为对他来说 这是一个放松 他需要独处 他需要有一段 思考的时间 放松的时间 安静的时间 他就 心情会很好 男人 男人需要家庭 婚姻 有安全感 就是他可以知道 他的太太 是委身这个家庭 他也知道 这个家庭 是不愿意让他操心的 要有安全感 第八 工作跟情感 都要被支持 男人的工作 做配偶的 你要支持他 他的情感 你要支持 男人的情感 本来就是 比较不开放 比较是隐藏 比较是不爱说 所以他稍微 在情感方面 有一点点的进步 你要肯定他 我的情感 其实也是很封闭的 师母 我的太太 真的非常好 他都会等我 他都会鼓励我 他还会跟我分享 怎么做 怎么去敞开 所以那种被支持 我就会成长了 还有呢 倾听 男人需要你 倾听 还有共情 就是有同理心 要理解 他的难处 男人因为 不轻易开口 加上他的情感 感受的词汇 很少 他不知道 如何表达 他的感受 所以他不懂 表达的时候 他只好生气 他只好大声说话 或者他只好跑去独处 躲在他的山洞里面 所以我们做妻子 需要去倾听 你需要有同理心 你需要共情 他一被理解了 你知道吗 他的心就开始什么 完全向你敞开了 第十 男人 他的人品 他的能力 他需要被信任 需要被信任 不要一直贬低他 看不起他 特别是 把他跟 别的男人来比 Oh no 这就是愚昧的 妻子了 不 你要跟他的 过去来比 看到他的进步 看到他的突破 看到他的成长 一点一点的 鼓励他 他就会越来越好 千万不要跟他 跟牧师来比 他会恨牧师的 千万不要做 我莫名其妙的 被一个男人排斥 看到我的 不要跟我在一起 我都很愿望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被 因为你在家里 你看你不想 不学牧师 他就讨厌我了 可以吗 然后说 你比牧师更好 你看牧师这方面 都不会 你做得更好 他就很乐意 来帮助牧师 对不对 所以太重要了 妻子如何尊重 尊荣丈夫呢 尊重他 刚刚说了 常常夸他的进步 付出就是肯定 第二尊重他 你要称赞他 而且随时 随时就要存款 你不要他做了一件 很大的事 他拿奖的 你来称赞 不 一点一地 一点一地 你都说 哇你很棒 你就说出 他成长的地方 这样 夸事情 不要忘记 也要夸他的人 然后你要信任他 你要信任他 这个 我跟师母 我们的手机号码 密码 全都知道的 银行的户口 等等 全都是公开的 我跟我妻子 全都是 因为他知道 我的手机密码 我也知道他密码 但是我们是信任的 我们从来都不查对方的 我们的手机 就摆在那里的 从来都不会去查的 他有时候说 他需要用我的手机 拿去用 因为没有秘密 信任 信任是我们婚姻的基础 信任 信任他 跟异性 你看 我在教会 或者我时候去跟异性 有没有交谈 有沟通 师母从来没有什么 因为这个 去吃醋 或者说 你少跟什么 没有 信任很重要 不要强势 妻子不要强势 又强势 如果贬低对方 掌控对方 很难 这个婚姻非常辛苦 然后不要嫌弃 批评对方所做的 要不然他以后都不做了 因为我做又被批评 他就不做了 不要伤男人的自尊 不要贬低他的自我价值 不要批评他 你是不是男人 不要这样说 这样是很伤人的 不要整天抱怨 指责他是窝南飞 然后要崇拜他 要欣赏他 还有为他祷告 为他祝福 为他祷告 那么他有好多 好多 你看了不舒服的 或者让你难受的 甚至会受伤的 你告诉阿爸天父 圣经说 丈夫是妻子的头 对吧 请问谁是丈夫的头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说 谁是丈夫的头 基督 基督是丈夫的头 所以你告诉谁 你告诉耶稣 耶稣会负责的 耶稣会负责的 所以你告诉他 让耶稣来改变他 阿爸父是站在你这边的 妻子 如果你为他 你为你的丈夫来祷告跟祝福 如果你来到阿爸父面前 控告你的丈夫 天父不行动 因为控告不是天国的方式 你要来到上帝面前说 阿爸父我很难受 你可以讲你的感受 我很难受 我很辛苦 我很委屈 我很痛苦 我的先生不了解我等等 你可以讲你的一切的难受 痛苦 但是你不要在上帝面前说 上帝这个男人真没愿 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难 不要做这样的祷告 然后你在上帝面有三大 我知道你能够改变他 你能够让他成为一个温柔的 让他能够成为一个理解人的 让他成为一个能共情的男人 你去祝福他 阿爸父会负责改变你的丈夫 这是妻子可以做的 爱丈夫的秘诀 来读一下好吗 来 从心里尊重丈夫 被尊重是丈夫最看重的事 也是他被造的天性 无论是言语或眼神 态度或决定 丈夫都需要被尊重 或在人前或人后 丈夫都需要被尊重 就算是他有错 也不会减少我对他的尊重 丈夫是我的头 是我们的一家之主 我越尊重丈夫 他就越爱我 越宠我 总之 无论何时何地 丈夫是需要被尊重的 这句话必须被尊重 阿们 这么小声啊 那还是要把 女人最需要的是爱 讲到丈夫 你要如何对待妻子 很快讲一下好吗 这样比较完整 要不然不平衡 女人需要的是什么 爱 爱是我们表达出 女人需要安全感 简单来 她就是需要安全感 她的安全感包括什么 对丈夫有安全感 就是丈夫 你跟异性的交往 你有界限 丈夫 你跟你父母的关系 你也知道定位在哪里 妻子是丈夫最亲密的 所以呢 是什么 整个次序的图是什么 是对丈夫来说 上帝 然后呢 妻子到孩子 然后呢 全家一起孝敬父母 而不是上帝 父母 孩子 妻子 这是错的 也不是 上帝 父母 妻子 孩子 这是错的 必须是 上帝 然后就到妻子 然后才到孩子 然后我们全家一起 孝敬父母 所以这个次序一定要对 这样妻子才有安全感 因为要不然 我们的传统观念是 父母只有一个 妻子如衣服可以换 不对 不对 所以 丈夫呢 你要给妻子有安全感 所以在婚姻里面 在情感里面 在生活里面 都要有安全感 而且这安全感 必须要建立在 耶稣基督里面 不要靠你自己保证 人的保证 不可靠 在基督里 主帮助我们 第二 女人需要被理解 因为女人是很 情感很丰富的 需要理解她的感受 她的想法 她的期待 她的渴望 还有她的心运 你问过吗 做丈夫 你问过你的妻子 她的心运是什么 也许她的心运 就是一趟游轮的旅行 也不错 你问问看 她的心运是什么 问问看 她的渴望是什么 每一天 可以问问 你今天的感受怎么样 听听她的想法 还有呢 女人也需要被欣赏 被夸 特别是 女人很看重美 内在美 还有外在美 年纪再怎么大的 女人都需要你夸她美 对不对 因为美就是 神造她的天性 还有呢 被想包括她所做的事 她的行动 她的表现 还有她的动机 都要夸她 不要用完美 来去要求她 要看她的进步 要看她的改变 有改变 只要虽然没有进步 有改变 你都要去夸她 有进步的 有突破的 还有勇敢表现的 还有 女人的爱需要什么 表达在 被宠 被宠 被呵护 被保护 你想一想 如果做丈夫 你不知道如何保护你的情 你看看 她的父亲怎么爱她 你看看 她的父亲怎么呵护她 你看看 她的父亲怎么宠她 你也这么做 OK 好 女人需要有发挥感 神给她里面的潜能 有机会发挥 有发挥就有成就感 包括在哪里 在家庭 还有包括对待父母 包括她的事业 还有人际关系 有些时候父母 包括双方的父母 包括双方的父母 那我的妻子会觉得 师母到我家的时候 她真的是 从来都没有让我担心 婆媳关系会怎么样等等 她真的是很有智慧 她跟我们家里 这边家里的人 关系都非常的美好 因为她懂得尊重 她懂得倾听 而且 用意去给予 就是陪伴 她很会陪伴 所以家里面 大大小小都喜欢 跟她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她懂得陪伴 懂得倾听 好 所以 第六 女人需要被带领 女人本性里面 其实是不爱做头的 她之所以被做头 是因为她实在等不及 没有耐心 看到丈夫个性那么慢 做决定这么慢 她急 所以就起来做头 做了头之后 又没有成就感 做了头之后 就觉得怎么都没有幸福感 为什么 因为她不是 神造她里面的 是做头的 不是 神造她的时候 她里面是帮助者 所以就算她做头 她在外面 她可以做头 她可以在企业里面做头 在国家 她可以做总理 但是她在家里 她真的只想做一个小女人 被爱 被呵护 被保护 她希望被带领 她渴望丈夫是家里的 属灵的领袖 带领全家爱主 侍奉主 建立基督化的家庭 来荣耀上帝 所以 做丈夫的 不要做这样的丈夫 我很快读一下 不要做这样的丈夫 惹事的丈夫是怎么样的 惹事的丈夫就 这个眼睛很不好 眼睛非常不好 怎么样 喜欢找老婆的缺点 放大老婆的弱点 没事就和老婆盘点 念念不忘老婆的污点 然后呢 昼夜琢磨老婆的疑点 数落老婆的差点 反正她没有正确的出发点 导致老婆没有一点看点 结果夫妻感情走向了终点 所以这样的一个惹事的老公 就是什么 看重事 看重外在 那么呢 管不住自己的舌头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用完美的眼光来看对方 却不用完美的标准看自己 所以呢 整天惹事 惹的关系很糟糕 千万不要做这样的 丈夫 聪明的老公是怎么样的 聪明的丈夫呢 我们来看 就进步很多 你看他的范围到底是在哪里 他永远都把老婆当作甜点 凡事宠一点 浴室浪一点 家务多干点 花钱主动点 美女少看点 然后帮老婆再钻点钻点 就是打棒一下 然后没事带出去看看景点 就这么一点又一点 老婆就觉得 她是老公心中的焦点 这样老婆都不会计较 她老公是不是差一点 甚至是比别人好的 十万八千点 所以这样的 你看这样的丈夫是怎么样 这样的丈夫 刚刚所讲的其实都是什么 宠他 爱他 呵护他 让他感觉 被爱 被包容 被接纳 被体谅 是属于这个范围的 第一个惹事的 都是你看外在 这个聪明呢 是懂得爱跟呵护 我们还要再做智慧的 智慧的更厉害 我们来看 智慧的丈夫是怎么样的 喜欢找老婆的优点 全是里面的 那是眼光 已经看到里面的环境 看到里面的宝石 看到里面的尊贵 他喜欢找老婆的优点 知道老婆的特点 欣赏老婆的亮点 明白老婆的难点 理解老婆的观点 给老婆一个支点 经常对老婆还积极的 积极要平点 不挑剔老婆的痛点 故意有点满点 很能把握老婆的开心点 寻找共同点 不愿说 那夫妻的感情 就一辈子都可圈可点 差别在哪里 差别就能够看住 他的内心 了解他整个人 认识他 真正的认识他的妻子 坦白说 有多少人 能够真正的认识 你的内在 我看了这些 这不是我想着 瓦罗拿的 有时候我看我前面 有时候我问我自己 我对我的妻子的特点 亮点 支点 到底还有这个 讲的 开心点 到底是什么 都要去想一想 去观察 需要安静想一想 他才会出来 要不然 我们把它当作理所当然 或者根本就没有发现 太可惜了 所以宠爱妻子 这是宠爱妻子 你不要把它完美化 这是宠爱妻子的六句话 太太绝对不会错 如果发现太太有错 一定是我看错 如果我没有看错 一定是我的错 才害太太犯错 如果是她自己的错 只要她不认错 她就没有错 如果太太不认错 我还坚持她有错 那就是我的错 总之 太太绝对不会有错 这句话绝对不会错 那这六句话的核心是什么呢 我这边讲 其实她的意思不是说 妻子不会犯错 而是表示 丈夫愿意承担责任 选择舍己 包容妻子的过犯 因为圣经说 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 借此让太太感受到被疼爱 被呵护 因此受感动而愿意改变 这六句话背后的核心是这个 不是说太太是完美一点的 不是说不是 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人在这种的被接纳 她就愿意改变 所以天国文化是尊龙文化 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跟别人 然后对待权柄 用健康的方式 对于关系 我们是用爱来维持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天父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感谢你 你改变了我们的生命 你改变了我们的眼光 让我们用阿爸父你的眼光 来看我们自己 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地位 我们在基督里 你恢复我们的尊贵跟荣耀 亲爱的圣灵 谢谢你不断地改变我们 让我们用天国尊龙的眼光 来看别人 对待我们的家人 让整个家庭 有温暖 有安全感 荣耀你的名 谢谢阿爸天父 这样的恩宠我们 我们在这里 请你来 请你来 愿圣灵充满我们 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你 每一天我们都紧紧地来跟随你 因为你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奉耶稣基督圣明 祈求感谢 Amen 我们同其立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每一天我需要你 让我贪心地来跟随你 让我贪婪无拘来到十凡座前 用心灵灾塞 愿圣灾塞 请求你 亲爱的天父 我恨恨地 需要你 需要更多你的同在 在我生命 让我的任务去来到身族前 用心里尘尘请求你 亲爱的天父我和他 你需要你 需要更多你里头在 在我身体每天 每一天我需要你 你活一路干凌 每时刻我需要你 圣灵如一家里 这是我的祷告 愿我生命担当 归荣耀给你耶稣 这是我的呼吸 每天都更爱你 永不失去记住爱你的心 每一天我需要你 每一天你活一路干凌 每一天我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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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我生命担当 愿我生命担当 归荣耀给你耶稣 你活一路干凌 每一天我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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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如一天我需要你 我们来聆听圣灵的声音 阿爸父要对我们说话 他要让我们看到 今天我们的心如何 我们的眼光如何 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说 阿爸父啊你来改变 你来对我说话 教导我 活出天国文化 一个尊龙文化 我不再轻易地开口 贬低批评论断 我要有更多的 用神的眼光 来去理解对方 包拢对方 接纳对方 帮助对方 去认识耶稣 经历耶稣 依靠耶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就在你的荣耀里面 感谢你的圣灵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们 也教导我们 也供应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感谢你 用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充满感动交通 常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每一天 我们都住在耶稣的爱里面 行走在义人的路上 被你自己真理的光所照亮 被你的爱所围绕 谢谢你 让我们心里面 有了耶稣基督 炙热的爱 让我们的眼光被你改变 有天国尊龙的眼光 我们感谢你 赐福给我们的家庭 保护我们的家庭 奉耶稣基督 得胜圣明 祈求感谢和祝福的 Amen Amen 给耶稣一个大大的掌声 Hallelujah 谢谢你们 来你们 来你们